太黑暗了 喂喂喂 大家听得到吗 这个标题通不过审核 很抱歉 你们他妈的怎么能发出这种弹幕 一天太多次对身体不好 我靠 你们他妈的是怎么能发出这种弹幕来着 你们还是人吗 测试测试 稍等一下 大家稍等一下 给大家整个 我先整个活 我先看一下这个该怎么设置 我对阿B的弄下 好的 我们今天晚上玩点欢乐的 给大家我们整点乐子看 摩西摩西 大家可以理解为偷袭 因为我忽然想到一个很欢乐的玩法 我想今天晚上试一试 当然了 如果直播间被干碎了 大家就不要什么了 直播间被干碎就干碎了 希望不给我分一年 大伙呢 行 我们今天马上开始 这样 好 我们今天来一个一起来找房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内容 就叫一起来找房 大家不是一直问问关于房子问题吗 我们不是之前一直在聊什么大润发的问题吗 我们搞一个一起来找房的活动 稍等一下 我先给发一下我的这个会议链接 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起来玩这个 我先开开开稿 数材窗口捕捉 是等一下 窗口捕捉 好 大家能看到我屏幕对吧 能看到我屏幕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好 对不起 刚刚露出了不该漏的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今天先来了 整一个大伙 也不是整一个大伙 整点有趣的 好 我们不看别的 我们就聊一下大家最喜欢的租寿笔 我们聊今天主要聊一下租寿笔 不是 我们你看这个是找房就是买的 房价是买的 大家看这个价格都看到了 这边是价格 我们这边是租房的 我们整一下喜欢的租寿笔 我们聊今天主要聊一下租寿笔 不是 我们你看这个是找房就是买的 房价是买的 大家看这个价格都看到了 这边是价格 我们这边是租房的 我们整一下 我们比对一下 这个某些城市这个到底是价格到位呢 还是不到位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贺兰落乡 贺兰落乡 我们先为什么给我定位去书州去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贺兰落乡 先看一下我们的阿姆斯特朗 华北 华北 郑州 郑州在哪 郑州应该属于华北地区吧 还是华南 中南部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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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房 郑州 我们看一下 按地图找房 来地图找房 安居客虚假报价挺多管他呢 咱们看吧 对吧 有多少 来 我们先找到我们伟大的宇宙中心 郑东新区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房子 北龙湖这个地段怎么样 种不种兄弟们种不种 这个地段怎么样 种不种 种好 我们看一下他这多少一瓶 三万一瓶 四万三 四万三 四万两千九一瓶 用链家吗 好 那我们用链家 我们用链家 抱歉 链链家 链家 好好好 我们用链家 链家 抱歉 那我们就链家 链家 我们链家 怎么打开韩上安居客 链家 链家能租房吗 我们先一个新房 我们先看一下新房 链家有地图找房吗 有地图找房 OK 那个海口就是 城外上 那个我们要去 那个哪 郑州 我们镇木斯特丹 这这这这这 怎么这么难用 就不能学学 郑州 我镇木斯特丹 郑州 镇木斯特丹 那个我们刚刚看 那小区叫什么来着 这个龙湖花园 我们看一下 这附近这房子 多少钱一平 你看 这个是两万五 四万五 就没再具体点标价 两万九 两万三 四万五 我们给他 中间按这个算 按两万五算 我们按两万五算 来我们再查一下 这附近这个租金 我们看一下这个租金 镇州 镇州 地图 在线地图找房 这是新房 不对 我要租房的 这这怎么租房 我要租房 我们看租寿比 不是 这这这怎么 怎么找镇州呀 镇州 这怎么换到镇州呢 对不起 这个好久没回国了 我之前在那边 一直不怎么用国内 这个 为什么没有镇州啊 为什么没有镇州 我怒 这是按省份 对不起 河南 那么河南 那么河南 闹响 镇州 镇州 找租房 这个小区叫什么来着 我看一下 这小区叫什么来着 龙湖公园啊 龙湖 公园 嗯 嗯 嗯 我觉得我还是按地图找吧 为什么到镇州就没有按地图找房 这个选项了啊 就不能 没有 没有相关房源 嗯 那我们按区域找吧 镇东新区 我们直接去镇东新区吧 啊 镇东新区啊 我们看一下这么一套啊 也没有呀啊 镇东新区他没房源吗 啊 呃 租房 大家有推荐的APP吗 租房 大家有推荐的APP吗 呃 把关键词去掉 哦 什么 哦 对不起 对不起 哎 哎 对对对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镇东新区 西地 西地港 绿城百合公寓 花园啊 看着这房三十两厅 140平哇 真不错 哎 来 我们看一下啊 呃 镇东新区来 我们调回到镇东新区 镇东新区在哪来着 哦 呃 这个镇东经济技术 这个镇东新区是哪个呀 大家 哦 对 镇东新区啊 我们看一下 呃 镇东新区这儿的房子 大概均价是多少钱一平呢 啊 四万五 一万五 这个楼盘叫什么来着 呃 绿地百合公寓 呃 绿地百合公寓啊 我看看啊 为什么没找到啊 嗯 好像感觉这个不太好找的样子 呃 呃 山东的没事 我们一会刷青岛的 我们一会刷青岛的 我们先看几个价格比较低的吧 呃 你比如说这种的是16000一平 就镇东新区这边16000一平 这15800也含是16000 13000 这个可能是小区比较老 13000 13000 啊 绿城对不起 啊 绿城 啊 怎么卡住了啊 上海我们一会会找啊 上海啊 我们不不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直接就楼盘吧 或者再说 绿城啊 绿城刚刚看的那个是啊 啊 怎么怎么跑到中某线去 绿城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百合公寓啊 为什么跑到中某线呢 嗯 我们看一下二手方啊 绿城百合 哦 对 这有 这有35套在售啊 啊 对对对 就是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一下啊 呃 这是一个地段吧 啊 这是一个地段吧 这个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百合公寓 分合园 跟这个是一个地段的吗 啊 百城公寓冲小园 那应该都是一个地段的 这一个地段这边啊 这个三万多 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参考性了 这两万三亿平米 两万亿平米 两万四 两万 两万六 看来它是不同的楼层 这个差别还挺大 三四两厅 我们拿这个看吧 三四两厅 啊 三四两厅 两万冲小园啊 啊 它则还有三 为什么这么多三万一平的 两万四 两万四 那这个很 可以理解 两万五也 我觉得也还蛮OK的 啊 两万四 三万一 啊 两万 两万 两万一 三万三一平 这个冲小园啊 如果我们按照 按照同一个这个 具体上呢 四千五 你看四千五一个月的话 那一百四十平的房子 四千五一个月 嗯 这房子 如果一百三十平的房子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这个有个一百四十二平的 这个肯定没什么 这个一百四十九平 这个比较合适 就对比起来 它是三十两厅 这个是两十两厅 啊 啊 这个三四两厅 对这个 这个最想的 三四两厅的 三百三十五万 但是这个月珠是四千五一个月 嗯 四千五一个月 我们算一下价格啊 大家稍等下 我打开计算器啊 四千五一个月 一年也就是五万四的珠子啊 一年五万四的珠子 我们这个房子多少钱 多少钱来着 三百三十五万 也就是说这个回本周期是62年 62年的话 那嗯 一除以62 我们算一下啊 这个年回报率是1.6% 比比那个活期存款的利率还低一点 呃 这个比活期存款利率低一点 然后你这房子还要维护 还要老一般三十多年之后 这个对吧 这些维护的费用涮下来 我们按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一套房的成本涮的话 我们三十多年 他按他这个 按照美国这边 一般三十多年这套房 差不多就该报废的话呢 呃 好像这个房价有点高啊 好像房价有点高 呃 有弹幕说别一一上来就投资回报率 房子也是要住的 对呀 你看这不是同样的地段 住一个月租金四千五吗 对吧 买的话就三百三十五万 咱可没坑人啊 咱可没坑人啊 咱可没坑人 来我们看来这个镇东这边房价确实稍微有点高啊 来我们换下一个城市 大家有什么 我们看一下那个哪吧 就是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啊 对三百三十五肯定实际成交价到达不了啊 好我们来看我们最喜欢的310地区 稍等一下我们换切换一下310地区 我们回到首页啊 上海 我们看我们最喜欢的310地区啊 找应该是找二手上海我们看哪个地段呢 大家觉得上海哪个地段最贵 静安 哎 我们看静安 我们看静安 对对对 静安啊 对静安 我们看静安 哎 对对对 我们看静安 嗯 来 我们找猪房看静安啊 对对对 嗯 嗯 哎呀 这个看的就很夸张 有弹幕说徐汇吗 那徐汇也行 我们换换到徐汇 徐汇 啊 徐汇 我们换到徐汇 呃 嗯 呃 来 我们换到徐汇 我们看一下这个猪房子的价格啊 你看到上海这房子价格就上来了 你看这五十多平 一位就五千 哎 地段 地段 果然重要啊 地段 果然重要 我们整个整猪啊 我们不找合猪 我们直接整整猪 哎 啊 赵家园 赵家园 这七万一平的房 应该地段不错 来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这个赵家园的房 啊 有哎刚好有有有有有有哎太好了真有 徐汇万一港两市一厅难82平一个月租金九千五来我们看他的售价啊啊赵家园这个是多少74平啊74平然后比那个差点啊是多少来着590万这个一个月是多少九千五两市一厅一位看起来整体上看起来这个房子比较好一点对吧啊这个房子比较好一点对吧啊这个房子比较好 好一点啊那这个你就看整体质量不如那个刚刚出租的那房子好啊但是呢590万你除一个九千五一个月呃九千五一个月一年也就是12万呃多少啊11万4000然后590万一除呃我看一下啊51哎这么一笔感觉这个 徐汇这边的这个泡沫好像比郑州还小一点比咱们刚刚看的那一套还小一点是不是啊哎呀这个就很有趣了啊哎呀我我一直觉得可能是不是上海这边这个地产泡沫根来大一点 呃50年回本对对对对50年回本年回报率2%很高了很高了已经能追得上活期了啊啊哎呀嗯郑州这个含金量确实比较高啊当然了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租房是八二几平的这个是70多平的总体上来说那个租金稍微高一点啊 嗯50年回本啊这房子50年就能回本了兄弟们比刚刚那个60年回本的嗯怎么说呢要合适我只能说要合适从投资角度上来讲啊五这个50年回本的要比60年回本的核算这确实地段好不愧是上海这个地段就是好而且对对对有个弹幕说对上海猪的人多啊上海猪的呃那个猪的人多啊嗯 嗯咱们再看看上海哪个小区呢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吗呃看看我其实挺挺想看看那个哪儿的那个上海最繁华的小区那个最繁华的地区静安哎我们看看静安静安有什么比较著名的小区吗大家给推荐一下我对上海不太了解啊需要您的大家的帮助静安静安 当成一瓶可还行翠壶来我们看看翠壶啊翠壶来我们看看翠壶然后啊翠壶啊我靠这房价这么高呀90多瓶两万三一个月来看90多瓶的房子多少钱呢这132瓶啊怎么这都别墅呀这没有90多瓶的这这最低也就是138瓶133你看这132瓶138瓶咱们找132瓶138瓶啊这个这个对对对 整座呃32万一个月然后这房价是多少钱来着308万32万一个月呃啊我们算一下啊哎呦这38年就能回本了啊对不起说出来是38万一年然后我们算一下这个豪宅多少年能回本3088除以38万一年啊81年就能回本了啊哇果然是豪宅他真不坑穷人呀兄弟们 这豪宅这豪宅81年就能回本呀啊啊呃大户型没人猪确实确实呃这个三万一年你看这两室两厅两位三万三万一个月这你看这也是这三室两厅三千多万哇真的81年回本哇豪宅不愧是豪宅 这不坑我们穷人呀真好不坑我们穷人真好啊啊对来我们看个普通点的那个小区我们看个普通点小区大家有什么推荐就是我其他地区也行其他地区七八十平的嗯 嗯七八十平战士没看见啊九十多平你看这九十多平的一室两厅一卫啊一室两厅这他妈什么房子呀这两室两厅两卫你看130平三万一个月啊啊杨浦中原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叫杨浦中原是吧杨浦区中原对吧是 哦杨浦中原啊没说出来啊是在杨浦区什么啊啊啊中原啊来我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啊嗯 嗯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那个你看这两室一厅七十平米你看人这个房子就设计的比较合理两室一厅七十平五千一个月来我们看看两室一厅七十平的两室一厅六十九平嗯一样吧啊三百一八百 啊城市方圆是是同一个地方啊是城市方圆啊啊啊城市方圆七十平三百一十八万然后这个呢城市中原两室一厅也都是两室一厅啊七十平五千五千一个月一年是多少六万六万的话三百来万三百万咱们就给他打个折三百万三百万一年六万的话那就是五十年呗五十年回本啊我我整支付宝了对不起啊感谢MBZ账单 的SC节度时老哥看看黄山的房价顺便边上的助理可是声音可以大一点边上的不是助理是我女朋友好啊好吧好吧那个他他不是助理啊抱歉 嗯哎呀这五十多年的回本周期嗯还行还行那个你比那个郑州六十年的还是强的嗯啊比比郑州六十年的比比郑州那个六十年的还是强强一点的强一点的啊强一点的啊啊嗯那个黄山啊我们看一看黄山嗯有个弹幕说 但是你没有上海的购房资格呵呵呵呵呵我我这么说过几年上海这个购房这个说不定也会放宽的啊大家不要不要担心来让我们看一下啊三十年的有前途吗三十年我只能说你能保本就是他跌起来不会跌的太凡你像这个上海人家这你看我们看到上海绝大部分都是五十年的你看呢郑州嘎一个上来六十年对吧那那那我我我确实这个郑州房价确实稍微有点 虚高啊来我们看一下大那个来我们LC竟然来了看一下黄山啊啊嗯黄山在哪个省来着啊好像没有黄山呀感谢杰瑞的SC过几年外地都能去购房了这诸售比早就超过Bubble的范畴了的对呀那美国那边认为三十就是二十就是Bubble了对吧感谢四月C的LC我不同意你干死啊 背叛了兄弟们兄弟们对不起兄弟们早就背叛你了啊大家不要那什么安徽黄山这没有黄山呀安徽没有黄山抱歉抱歉赵南达啊感谢东方馅挂炒河粉的SC优州老哥看一下阿B躺平方法比如说银滩大银滩银滩是在哪来着我想一下山东哪来着银滩是在山东山东啊北海就算了广西北海都多少烂尾楼了 山东乳山乳山是属于哪个市的来着啊微海微海好我们看一下微海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兄弟们啊这这个二手房咱们是找住房啊找住房微海啊直接上地图吧啊微海荣臣文的乳山啊啊哎这两天为什么没有房子显示出来啊为什么没有房子显示出来呢我们乳山的房子这咋回事啊啊这0.48万是咋回事啊 感谢中级T90的SC大佬可以感谢长工短矩的SC大佬可以锐评一下太原星河湾吗等一下太原我们绝对会讲的这个垃圾地盘我绝对会讲的我先看一下中级T90就我感谢中级T90就我因为我们部门办事不力导致我的领导跟别的领导对峙被爆杀明天领导要发火我打算装死假装上课躲一下发SC吐槽一下哎正常你就把它当批放了吧这种情况 你会经常遇见的等一下我们五套为什么只有五套哎为什么这0.32万是指一平吗哦哦这么多房子呀卧靠这么多房子呀80平两室两厅海景房才32万感谢卷卷怪下次811.SC上海也看看青浦青浦松江郊区之类的吧上海这些成交差也挺大的好的我们等一下看卧靠乳山房价这么便宜吗比我老家都便宜啊 我老家都要4000的那小破现权我靠3100亿一瓶太夸张了吧不不我我看一下这个租房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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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房子多少钱租一个月我看一下啊哦450一个月呃450一个月那一年就是6000倍呃那但是他是43平啊有有点想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稍微大一点呃115平 900一个月900一个月嗯这900一个月的话那一年是多少钱来的啊啊1080010800这么这么一套房子这100平也就40来万40来万除一个10800嗯啊啊也就是嗯37年吧还行啊只能说还行嗯还行那个呃起码比郑州强对吧大家大家这么想啊 确实这边空置率太高了可能都租不出去这是个问题也也不行其实说实话也不行他没人这个我知道这这这这这也我不知道我我这个我知道哎行我们回头来再看一下这个上海啊我们再看一下上海 我们回到我们最喜欢的上海呃上海呃上海刚刚那个SC棒哪个松江对吧呃松江呃松江呃松江在哪啊松江在这嗯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啊啊啊松江呃四万九一瓶啊啊呃略比夸张了吧啊六万六万五万三呃我们看一下这个租房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租房的 这个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啊我觉得有点夸张啊松江我们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呃松江大家看看这么这么一套房子多少钱租这么一套多少钱啊这个别墅呃四百多坪的房子 呃咱们买那么算两万一个月吗你看同一个小区四百多六万一坪那那么一个别墅就两天四百万咱们他两万一个月算一年就是二十四万那这一百年回本呀啊啊啊如果租房住的话一百年回本呀这是六万一坪啊这是啊这么夸张吗我们再看个地方我们再看个地方这也太夸张吧这一百年回本的房子我还真没见过这个 马马马莉莱这感谢我也要成为财经大咖的SC这SC什么都吃发私信了你你你你说一下我看一下呃好像你私信也被吃了宝宝我我我也要成为财经大咖的SC大咖宝宝你私信也被吃了啊我我只能对你表达宝宝对不起 这一这一百多年的回本的房子也太抽象了吧啊 我之前想过他回本周期可能比较长但不至于一百多年了来来我们看这个马莉莱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找一下这个马莉莱小区这是这多少一坪啊没有标价啊看一下暂物参考数据你看一百一十九坪五百五十万也就是四万一坪吧不到四万一坪 对啊对不起对不起两万多啊两万两万七吧我们算两万七一坪你看这五十七坪五十七乘以两万七然后呢一年是四千块钱的一年就是六万的租金嘛啊对不起四万八啊啊三十二年回本哎这个这个还比较哎这个比较合理兄弟们果然别墅不坑穷人你看你这 你在马莉莱买一套房子三十二年就能回本你你你你搁这龙湖好望山别墅买一个 房子一百年回本哎呦这豪宅果然不坑穷人哎真好真好我只能说真好哎呀感谢啊阿拉拉拉拉拉各的SC 这都市大佬请问公行是买美元账户黄金还是人民币账户黄金你疯了呀买美元账户黄金肯定买人民币的买人民币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哎这个马莉莱好啊马莉莱好他起起码他不坑穷人你看三十多年能回本的这种地方嗯呃是这样别墅的抵押套路我知道我知道的而且最近几年查的比较严 嗯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星辰园我们看一下这一套到二千一坪呃那个一万四一个月二百多坪来我们再看看这个星辰园啊这也是个别墅行了这种不坑我们穷人的地方我们就不看了这玉上海不会也是个别墅啊不不不这不是个别墅哎好好好呃嗯玉上海我来来我们看一下玉上海啊这地方房价够高啊五万一嗯五万一四万五一个月六十六坪四万五 一个月啊我们摔一下啊好这个是62年回本哎这个就比较坑了哎呀这个不太行不行不行虽然看着是老房子但是人家这个回本周期还是比较高的六十多年回本嗯对穷人不太友好我只能说这个房这个呃对穷人不太友好那个厦门我们后面会看的啊不要急厦门我们会玩后看的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刚刚有一个有个大佬发了个SC看那个哪来着那个太原哪来着 我一下我一下记不起那个小区了啊我们看一下啊太原新河湾哎这垃圾地方我很早之前就知道啊这个我一定要看的太原啊新河湾我们找一下新河湾哎来我们看一下啊太原这倒霉地方新河湾呃感谢呆的爱杠DAD的SC佛山市千灯湖看看120年 年回本哈哈哈好的你这条SC记住了我们一会掌握一下见识看看这120年的那个100年的别墅我就觉得很抽象了啊啊大家看啊清河湾七套啊卖二十七套出租七套来我们看看这个得二千一个月啊这也是个别墅呀咱们能不能咱们看一下有没有这种非别墅尽量不要看别墅别墅都是坑他们有钱人我们这种穷人就尽量别看别墅哎算了啊对对对新河湾这是几期四期 几号员这是四号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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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穷人啊呃157平七千一一个月99平五千二一个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号啊这多少钱一平两万一平我们就按两万给他算吧啊你看150平两万那就是三百万三百万五千三一个月啊五千三一个月一年是多少钱呢这啊一年就是六万三六万三嗯哎 还行47年就能回本了47年就能回本了还行吧这房价还行了47年用这47年还行了你这么算吗50年左右呢你考虑到这个房屋的时候50年左右50年左右是个什么概念呢嗯呃百分之二呃你不如买大额定存嗯大额定存还能就是你偶尔想消费一下他还能给你你能举出来消费一下嗯呃 这个但是我很好奇啊就太原这个地方有人会租这种别墅吗你看他这个明显的这个嗯出租的套数也不少呀啊我很好奇嗯太原什么时候算新一线你逗我呢太原连四百万人都不到他配叫一线吗啊算了算了啊对47年挺抽象的啊如果要我选的话我会选择把钱放在银行里边而不是去啊 整一个47年回报率的房子来我们下一个就是刚刚有一个说是要去看厦门来我们我们最喜欢的厦门啊厦门呃厦门看哪呀厦门大家看哪啊呃大家大家有推荐吗合肥我们一会去看合肥福州和厦门岛内啊我们看厦门岛内岛内就是这对吧岛内就是这呃呃来我们岛内就是这啊哎呀这房子真多呀呃我们选一个吧选一个 这个我们就看金鸡亭吧金鸡亭好啊不是为什么有这么多房子呀呃这个金鸡亭小小区我们看这个金鸡亭小区啊呃来来我们看这个呃41,000一平啊我们看这边金鸡亭小区41,000一平这一个月租金能有多少我很好奇啊呃我们给他按这个租金稍微高点算两三千一个月吧这两千九有点抽象三千一个月一年就是三万六 然后四万一这个地区是四万一七十七十四乘一个四四万一然后除以一年租金三万六八十四年啊租售比是八十四不是这小区也不好呀我看着这房子也挺老的呀你看这房子也挺老的呀你看嘛这小区这明显都是老房子你看这外面这墙啊八十四呃嗯 嗯呃略为夸张来我们再换一个小区啊我们再换一个小区啊那个我们换一个那个听名字比较好点的就是比较一般点的小区来来我们换一个哎锦瑞公园来我们看一下锦瑞公园哎你看人家这个租金就算来了11,000一个月哎139平来我们看看这个锦瑞公园呃就是大家能告诉我为什么下面有这么多房子吗那锦瑞公园在哪呢啊锦瑞公园啊七万七呃 感谢终极T90的SC思想好的七万七一平啊我没看错吧感谢终极T90的SC能看一下安徽六安市书城县远大中央公园吗因为18年我家就在那那里买了房这个应该安徽省六安市看不了因为这上面没有因为这这上面没有七万七一平厦门锦瑞公园七万七咱们刚刚看那地方上海那叫什么来着也没七万七呀这么吓人吗不是七万七一平来 咱们看这房子139平米啊就是1000多万的房子嘛然后他一个月租金是多少来着一万一啊也是八十多年啊买一套房子靠租金八十八十一年回本呀不是厦门厦门这个城市这么有钱吗啊这么有钱吗不是就是我看这个岛内的房价就比上海都贵呀感觉你看这六万五万上海还能起码看到四万三万的地方啊 好吓人哦而且为什么这么一个岛有这么多套房子呢六点六万套六点四万套这么小一个区域六点六万套房子啊对不起看错了是六点六万一平我看我也吓死我了啊吓死我了啊啊哈人啊有点哈人啊兄弟们有点哈人这个过于哈人以至于我我我我不知道那什么啊过于哈人来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地区 我们再看这个哪刚刚刚有个说是看那个呃佛山佛山佛山那个佛山在广东是吧啊啊佛山佛山啊我们看啊啊佛山佛山啊呃叫什么来这千老哥你你那小区叫什么来这千 灯湖对吧啊千灯湖来我们看一下啊 千灯湖还行啊看着都是一万几的呀 看着还行啊你看这千灯你看这个这这不是别墅吧啊这不是别墅千灯湖花园你看一百三十多瓶五千八也还行吧这佛山那个叫什么来这那边千灯湖没找到啊他在哪啊啊啊五万九一瓶啊啊一个车为二是吧感谢呆的爱DAD的SC澳元一号小区感谢你好啊明天的SC花30求个西安西安是哪 啊以色列什么澳元一号小区来我看一下这个澳元一号不是啊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啊呃五万的啊就是他这这个小区我们这个千灯湖小区五万一瓶啊五点九万一瓶我们一百三十七瓶的话就是五点九乘以一百三十七啊也就是八百八百万房子 然后一个月租金五千八啊啊一百一十六年回本啊一百一十六年回本啊啊这个租金我都给他按高的算了你看这同样一百三十七的底下那个是五千五一个月我按五千八再底下那个四千九一个月 一百一十六年有人问租售比多少人考虑到赛里斯没有房产税海外一般一般是八到十五我赛里斯因为没有房产税我觉得二十到二十五是比较合适的但是你这个一百一十六也太抽象的吧不是大家大家要想这么个问题他这个一百三十七瓶里边肯定是有供摊的呀他不是使用面积一百三十七瓶如果你要说使用面积一百三十七瓶我也能接受啊一百一十六年 这给从松的都回不了本啊啊啊这个点澳元一号小区是在哪儿那个呆的爱你能告诉我一下吗你你能发弹幕告诉我一下我我我我看看你这城市啊这个佛山这个很很吓人啊我只能说很吓人这这不是豪宅这不是豪宅这不是上海那个一百年回本的那个别墅啊他这这这不是那个一百年回本那别墅啊住的往东一点就是澳元一号也是佛山吗好的好的也是佛山吗澳元一号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啊澳元一号六十四号一百二十四瓶一个月三千八来我们看一看啊我们看看他卖多少钱啊一号啊对再说哎刚好三万七三万七一瓶然后是三千八一个月啊三三万七我们你看这个一百二十四平米啊然后啊也是一百年啊比刚刚那个一百一六年强点你这个一百年就能回本了 你你你你你你这个比比他那个还还强点我只能说你你这个比他那个强强不少你你这么想对吧强不少啊你你这个真的比他那个强不少你这个你你这个一百年就回本了他那个一百一十六年呢嗯啊啊我确实长见识了我我还以为这个一百年回本的都是上海那种豪宅呢啊没想到佛山这种居民住宅都能整到一百年回本啊啊确实万一 医学先进人均寿命两百年的那问题是你人均寿命两百年也没用呀你得保证这个建筑材料他能使用一百年呀对吧咱们现在那种建筑材料使用四十年不出问题你就先天谢地吧对啊我我老家那房子就是我爸妈住那二十年就得加固一次啊对吧嗯我刚刚有个嗯我嗯这个嗯很哈人我只能说很哈人哦哦那个是西安区啊 啊那个西安雁塔区好我们去看一下西安啊西安来了啊啊西安啊陕西西安啊我们看一下啊感谢柚子的SC来看看更离谱的青岛的海信天月嗯等一下我们先看这个线啊哎你看人西安这房价就比较啊你你说那个西安雁塔是什么来着 这什么啊啊你说你那个小区叫什么来着西安雁塔去哪来着嗯啊反正咱们先选一个吧嗯我们先看看啊高兴一中吧我们看看学区房啊我们看学区房高兴一中嗯高兴一中嗯嗯为什么这么多房子呢这个我很好奇啊就是我我感觉上海都没那么多我们随便找一个云顶园哎看这个小区看看啊你看这这就是我们平民住的小区吗 云顶园你看一千九一个月吧对吧哦哦没事没事我们看这种一室一厅的对对哦这是隔出来的不是枕珠是吗好的好的房型我们选 哦哎我们看这个啊一室一厅一味啊你看2550平啊这个叫西安云顶园来我们看一下这边云顶园哎其实二套得2000一平的这边嗯我们看一下2628282827我们算261平给他算 呃2600一平刚刚咱们看这房子多少平来着这个这个这个哦我们看一下这个云顶园啊整珠啊三十两厅啊这种三十两厅的4400啊一个月啊他这是房价多少来着啊262626我们看一下啊26130平吧给他算也还好60多年就能回本啊兄弟这西安房价不算高虽然说跟郑州差不多但是也不算高吧你你比呢你看那广东那个 表佛山那几个哥们一百多年对吧嗯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乐观对吧虽然说你高位接盘了但是有人接的盘比你更高位你是不是就觉得乐观了对吧 这都不到100年就能回本的房子你急什么急呀真的是对自己寿命要有信心 对吧对自己寿命要有信心 对吧 说不定你就能对吧不到100年你你说不定你就活到时候就看到你房子回本了对吧嗯嗯 对吧 那那个刚刚有个s让我们看看那个青岛的海性天我印象中青岛这个房价一直很低呀就比较合理呀为什么会有人让我看青岛 来让我们看看山东山东方言怎么说来着啊 你看山东人家排第一的都已经根本就不是济南人家是青岛哎哎遗憾呀啊嗯青岛哪海性天月好的海性天月老公你这不是豪宅吧你这180多坪你这豪宅呀 你看我一看这再租十三套我就知道这肯定豪宅两万二亿一个月你看你这你看他这房价多少房价平均啊9万8亿 为什么青岛会有九万八的房子呢不是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青岛这这么多四五万的房子呀我印象当中青岛不是房价挺低的吗为什么这么多三万的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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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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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扩张了 98,000一平 扩张了 你看200平的房子 一个月我们 一个月2万的 9,800,9.8 真一 200平 199 我们也在小转点 然后一个月租金是多少 来着 22,000 然后一年多少个月 12个月 还行 人家73 73年就回本了 那个比上海良心多了 兄弟你这不能乱说 你这不能乱说 对 比佛山那个都强 你上海那个百年回本的 那个八年回本的 你看跟你这73年就能回本 杭州我们就 杭州我们等一会儿集中砍 杭州我们等一会儿集中砍 这么一看 确实这个北上广 这个不能 北上广 房价还合理 深就算了吧 青岛98的房子 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确实挺挑战我认知的 我这么说 赛里斯的房子 20到25年回本 我个人认为是个合理周期 你算着房子的维护 包括保养 因为还有一个 什么呢 赛里斯的房子 它不是木制房子 它是钢筋哄凝土房子 它比较坚挺 而且你没有地产税 所以你的回本周期可以长一点 欧美一般是8到12 他们后来又说12到15 赛里斯你可以赢 最多就都25年了 对吧 对啊 你这个高端房子参考意义不大 对对对 是这样 你房子一般住个十多年 15六年 你就得重新装修一次 而且你平时这些维护 你也是不少钱 我们现在要请出我们的重量级选手 哪了 我们重量级选手 杭州 对对对 我们的重量级选手 我们有请重量级选手登场 杭州跟深圳 是我们本次直播的重量级选手 杭州大家觉得哪的房子比较合理 就是价钱相对低一点 我们看哪 南深圳就别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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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有推荐吗 肖山 不要不要去肖山 西湖富人去呆的地方不要 大家推荐个楼盘吧 丁桥推荐个楼盘 推荐个楼盘 我们看楼盘 林影寺 林影寺我自己都知道 好吧 林影寺你都不用说 501号可太抽象了 501号那种不坑穷人的房子 我们不看 阿里巴巴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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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咸虎 潜江世纪层 来我们看一下 潜江世纪层 这名字听得好 潜江 世纪 我们看一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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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你这全是几百平的 你看全是豪宅 我们看一点 这种便宜点的 好吧 看一点这种 能坑穷人的 就这种 对保胜记忱中心 对 我们看一下租金 潜江世纪城 你看 潜江世纪城 保胜 世纪中心 你看49平的房子 一个月3,100 然后他房价多少钱来着 给他25,000算 25,000 一个月租金3,100 也挺贵的 49平 49平的还行 你看人这30多年就能回本了 好吧 这个小区 这是酒店公寓 对不起 对不起 对 是酒店公寓 潇山望庭 这个酒店公寓还是蛮良心的 来 我们看一下潇山望庭 潇山 我知道 潇山不在市中心 对 潇山望庭 我们看一下 能有说说结果吗 好像没有 潇山有什么 哪个比较好 大家推荐一下 我靠建国南越 你听着名字就 你觉得能便宜的了吗 有个说潇山香虎 我看看这个潇山香虎 香虎 来 嗯 哦 看一下啊 86平 来 我们看一下这价格 嗯 潇山 香 香虎啊 我们看一下这这价格 哎 刚好这边有价格 你看 真好 2万一平 2.1万一平 然后租金3000 来 我们给他算一下 86平 86 2万一平 租金3000 啊 47年 还行吧 还行吧 这可能是又是个酒店式公寓 还行 都来浙江的宁波不看了 宁波宁波宁波算了 宁波这个我比较了解 因为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个人咨询宁波的 所以宁波我还是比较了解 来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重量级选手 那个大家最喜欢的成都啊 天府之国我们的重量级选手啊 那种100年的就是那种西安那种西安呀 那个佛山那种100年的就我只能只能希望大家身体比较好了 来成都推荐小区吧 兄弟们 空三房价比较合理啊 在成都啊 你既然是成都人你推荐几个小区来你说一下那个你住哪个小区我们看一看 天府三街好的天府三街好的我们看看啊 天府三街好的哎哎这是个还是个地铁站好的 我们看一下啊天府三街啊啊啊感谢天死拉比达 来晚了节度时老哥请问已经品鉴过哪些城市了 以及除了品鉴环节还有别的吗啊 今天除了品鉴环节没有别的主要就是品鉴 然后那个关于这个品鉴过哪些城市 我们看了一下青岛上海啊西安啊佛山郑州啊还有那个哪儿啊 现在这不是在看成都吗 天府三街哎还行啊你看这0.4万一平这挺便宜的呀啊对呀这挺便宜的呀 天府三街很便宜啊啊对厦门啊厦门那个100年回本的房子 我们就我们也评评过了 那个那个确实哈人啊天府三街很便宜的呀 兄弟这0.4万0.7万我靠这就是租金第一点我们也能接受的好吧啊 等一下我好像说出的地方是吧啊这不是住宅啊 这是商住楼啊啊啊中和南乡南乡山青娘区航天家运哎航天家运这个好这个我这个名字我喜欢 一看就是为祖国高端人才定制的社区 我喜欢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喜欢这个这个名字我就喜欢啊啊啊150平才3200呀一啊一一一一百六为什么为什么150平的房子才2800呀 怎么来了那个航天家运啊啊呃好像啊这还是同一套房的感谢 大大大大唐南乡山国家的房子是70年的商住房居住买卖的时候是按按普通房来我们这边出了名的历史遗留问题啊确实呃149点这是同一套房子吧啊一个17成一个18成呃 啊还行还行大家那个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290万这套房子290万然后一个月租金2800然后我们最后算下来呃啊86年就可以回本了啊86年啊还行还行还行呃应该航天人买这个房子应该是有打折的吧打个对折40多年就可以回本了啊对40多年就可以回本了还行还行还行我感受到了这个小区的高端应该住这个小区的人学历都挺高的 航天院嘛对吧航天家园的对嗯嗯啊还行还行80多年就回本了比那个佛山那个116年的短多了这基本上两代人就能看见回本真的两代人就能看见回本大家不要悲观啊两代人很短了啊你像那116年三代人呢嗯啊中铁骑士府邸啊来我们看一下中铁骑士府邸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区啊中铁骑士府邸啊 三千一一个月九十多平的房子三千一一个月两千四一个月挺便宜的啊四千六啊这新装修的你看四千六三千一个月我们九十多平我们给他三千一个月算吧然后这也是九十多平两百万的哎一百九十五万来我们算一下啊啊五十四年哎呀还行啊哇这房子很好啊五十四年就能回本啊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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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名品品品贱东山省省会附加一个大连东山省省会我我我我拒绝品贱啊因为我将来可能要去那混的我我这个就不不那个沈阳房价这个真不高我这么说沈阳房价真不高我们你可以品贱大连给品贱大连来我我来我们现在就去大连大连完了等一下我们去那个哪呃那个那个那个那里面啊武汉啊不南京哎南京南京我们大连完了我们去南京啊大连完了我们去南京啊 我们评价一下大连啊啊感谢WNM111的SA建议去统计主公建筑研寿架构架构构越老越吃香 确实确实这这个越老越吃香那个别安之分那个你你我们看一下大连你你你说一下吧你直接私信发给我你你应该有我Q的你你私信发给我你想看哪个区啊我们先看一个荆州跟科威发区我去过的大连这个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去 一个人比较多一点的干精子吧干精子啊大连啊干精子啊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有有有没有什么干精子有没有什么好的哎怎么点不进去好一点的这个小区啊啊寻找一个不太夸张的吧啊第五句来来来第五句第五句第五句啊这个第五句就就就叫叫他就他了啊随便点一个新昌小区来这名字听着就 吉利新昌小区378平3000一个月78平还行3000一个月啊啊这没有啊那那换一个换一个新昌小区没人出租行吗三号地来啊这是豪宅啊豪宅不看豪宅不看这种坑坑有钱人的我们啊对对对圆门园圆门园我们看这个圆门园这圆门园肯定有吧对你看圆门园这儿60平2400一个月60平2400一个月啊 我们看下这儿房价多少一平2.2也就45年也就回本呀还行吧还行还行45年就回本了跟那个成都那那个叫什么航天什么来着就给对对比起成都那个80年回本的你不觉得大年这个40年回本的已经很良心了吗 他再跌也跌不到哪去呀你这么想吧他最多跌到20年回本嘛对吧你跌20年回本你也就跌了一半嘛40年就回那你40年跌到20年你也就跌了一半嘛而且大连环境还比较好嘛对吧对你看成都那些航天家里80年回本我的天佛山那个是116年回本啊郊州不一你不要搞错了佛山那个我们刚刚给他算116年回本啊那个116年那个确实哈人太哈人了就大家这么看嘛你看大连 房价还是很良心的嘛虽然说他肯定要跌嘛但是起码他还是比较良心的你看国民院子74平2800一个月72平3900我们给他按这个3900一个月算嘛啊月成的就算了你看两室两厅3500一个月这个国民院子啊这没有啊国民院子2.2万一平嘛你看这对吧对吧你看2.2咱们给他乘一个96对吧你看这200多万的房子一个月3500的租金那对吧那也还行吧对吧 哎呀西安我们刚刚品鉴过了西安也都是百年老房啊西安也都是来问潮汕那个没法品鉴因为什么这个地图上没有潮汕的数据这个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看真的这个上面没有潮汕的数据啊对了说起大连东山人我们看一下沈阳吧对我其实挺像沈阳我其实还挺像沈阳我们看一下沈阳对吧沈阳这个我们必须看一下这是我心目中的耶路沙冷好吧沈阳你看看人家这沈阳这城市规划多好 合理啊看着就美嗯和平区和平区我们去和平区和平区不是新区啊和平区不是新区啊不要乱说啊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乱讲啊和平区可不是新区哎沈阳大街在哪个区呢我我特别想知道啊我们看新华广场吧新华广场这也明明啊错过了问一下郑州北龙湖是多少年回本来着我今年是八十几对六十几年对不起六十几年六十几年六十几年对啊怎么沈阳也有这么多房子 新华广场为什么也有这么多房子啊我们看这个新华西社区听着这名字就吉利新华西啊新华西社区我看啊新华西社区在哪呢在这在这12000一平你看12000一平很良心了吧相比于这个租金好像也不是特别良心啊他为什么没有那种整套租的呢 哦这个是整套租的吗整租啊12000一万二这个是多少瓶来着80多瓶啊 你看人水阳这房子40多年就回本了好吧好吧而且你看对吧就已经蛮良心了啊40年回本比前几个强多了吧对吧比那百年老店好太多了吧 你看咱们一开始夸上海的房子没泡沫比较小人家50年就回本了对吧那沈阳这40年回本是不是比性价比比上海的还好啊来我们再看一个南石社区啊南石社区啊你看这八平1800啊好好可怕南石社区啊这也挺可怕的1.4万 这也得50年回本呀哎呀感觉后来感觉沈阳的房价也不是那么美丽哎呀难过难过来有请下面有请我们重量级选手南京啊南京九朝古都南京啊重量级选手我可太喜欢南京了那个南京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小区 来可以介绍一下江兴州嗯江兴嗯江兴嗯江兴州啊来我们看看江兴州啊感觉是一个这又是个富人小区我们不看这种看哎哎还行还行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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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兴那种看来江兴州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叫这个这段叫什么人家 人寰绿洲水岛 我星岛水墓园啊我们看一下 4.8万一瓶好的来我们看他租金的二钱 estan 我们我们算这个我们算这个4800一个月啊4.8万一瓶 这个是94平米 还行吧80年回本嘛对吧80年回本还行还行还行这个南卵南京还是超出我的预期我我我一开始觉得怎么也得90年 我一开始以为怎么也得90年 没想到80年就能回本 南大合约 好 我们看南大合约 我们看南大合约 44,000也还行吧 来 我们看他租金 89平4,000一个月 也是80多年 也是80多年还行吧 产权是70年 但是租房回本得80年 你抓到了这个问题的滑点 你抓到了这个问题的滑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是你这么想 虽然说南京很多房子 他得80年回本很抽象 但是你相比起佛山116年的南京 还是略有落后 对吧 南京情况还是好一点 对吧 你这么一想 是不是就觉得南京好起来了 对吧 我之前一直嘲笑南京房价高 我现在觉得是我错了 你看这佛山厦门这种100年的 对吧 江畔都市都会上城 来 我们看看 这别是个富人区吧 大家不要给我们推荐富人区 都会 坑有钱人的 我们不在乎 别坑有钱 我穷人就行 杭州的我们刚刚看过了 看刚看过 还行 3.5 3.5 不算坑我们穷人 然后租金377 当我们说 89平 然后3.5万 然后租金一个月37 70年回本 你看这个房价就合理多了 70年就可以回本了 对吧 对吧 推荐几个公务员小区 有推荐的吗 大家 有推荐的可以来跟我问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杭州也是七八十年 别那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合肥 我特别对合肥感兴趣 因为之前一直有人私信我这个合肥房价高 我没什么印象 来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 合肥 合肥有个区叫鼠山区 分会员 合肥分会员是吧 分 是这个员吗 哪个员 好 没这个地方 北京分会员 北京地都的房价 我不评论 地都房价 我不评论 凯旋门 凯旋门 这名字厅子就是 凯旋门 咱们看二期吧 二期一般房价应该低一点 来 我们看一下 凯旋二期九十九套 对 就这个了 就你了 兄弟 三点八万一平 还行吧 八十三的四千一个月 三点八 你算一下 八十三平 四千一个月 六十五年就回本了 我靠 这比南京七十年七八十年的 合理多了 这六十五年租寿比 租寿比六十五 合肥房价不高 我被骗了 好多人跟我说合肥房价高 合肥房价不高 跟南京比起来不高 对吧 南京动不动 就七十年八十年 七十八九年的 那个文景星辰 好 我们看看文景星辰 不要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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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合肥房价高 真的是各种黑人 你看我们合肥 还有两万的房子 虽然说 它是隔断 没有整租的 这不行 我们看一下 它旁边的 为什么都没有整套住 天哪 看这个 这个159 报业员 来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比较合理 这是整租 你看 报业员 两万一的价格 然后 两万一一平 然后135平 然后一个月租金 给它整整4000 4000按高的算 4000 60年就回本了 我的天 很好了 60年就回本的房子 你这么一算 是不是合肥 这个房价还挺低的 跟南京一比 对吧 南京的80年的 对吧 别抱怨 合肥房价高了 想想这么多年 你有没有努力 对吧 你看 你作为一个安徽人 为什么你看 合肥的房价 60年就回本了 但是人家江苏的房价 江苏省会 南京的房价 80年才回本呢 这就是证明 你作为合肥人 你不够努力 想一想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安徽人 你应该反思自己 有没有努力 有没有好好工作 对吧 有没有好好工作 来我们看一下深圳 大的要来了 深圳大家有推荐吗 南山区有点哈人 南山跟福田 我都知道 这两个地区比较哈人 南山区客星 南山区 我们看看吧 我作为一个 没去过深圳的人 我都知道南山区很哈人 南山区哪个小区比较 那个大家觉得 华潇城 这个科技园 这个肯定哈人 竹子林小区 我们看这个竹子林小区吧 竹子林那个弹幕 有弹幕 对对对对 竹子林 竹子林在哪呢 对对对 这一事啊 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看这个87平 七万五 一期七万五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一期的租金是多少呢 我们按这个八十平的算 六千五一个月 然后他房价是七万五 76年不夸张 不夸张 那个跟跟厦门差不多 忘不到佛山的脚后根 最多也就是一个南京的水平嘛 对吧 你八十平一房子 对吧 这是这个地段 我们看一下在哪 不在 都在福田区啊 不在南山区啊 我们看一下南山区吧 蛇口蛇口哈人啊 我们不看蛇口 蛇口 我们不 这个大家有推荐的小区吗 推荐几个深圳比较有名的小区 或者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小区 我们看一看 世纪春 好的 世纪春城 世纪春 世纪春一起吧 这个小小就应该 要再说我时间长 九万一平啊 呃 然后这个五十平的房子 五十平的房子 它是怎么能住出两室一厅的 这这这啊 行 我们看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一百二十三平的房子 九万一平 一百二十三平米 然后一个月租金 一万五千七 还挺高的 58年就能回本 我靠 谁跟我说深圳房价高 我跟谁急啊 58年 58年就能回本的房子 谁跟我说房价高 我跟他急啊 哎 真的是 我被新闻误导 我被新闻误导 我一直觉得这个深圳房地产泡沫 那个应该是比什么南京呀 更大一些 没想到 人家深圳还是 你看深圳跟上海 人家五十多年就就能回本的房子 对吧 五十多年还能回本房子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房价高呀 对吧 都不配 对吧 被骗了 被骗了 深圳副歌韩人多 确实 深圳副歌韩人 你这个 哎 还行 那个到目前为止 看的最过分的就是佛山了 佛山咱们看了 一共看了两套房子 一个一百年 一个一百二十六年 之前足子零十一万 我们刚刚看七万 如果你要是按十一万算的话 11万算的话 那 哎呀 那好像也得一百多年回本 这是已经房价跌过之后才才能降到58年回本了 是吧 对不起 我还是单纯了 我还是单纯了 抱歉 抱歉 这个 有个单步说节度是你怎么确定租金没租价没有泡沫 我这么跟大家讲 这上面标上的租价肯定要比实际租价要高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不是假装他没有泡沫吗 对吧 我们让他看起来更合理一点 假装没有泡沫 还有哪个城市大家觉得比较离谱的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我一直在说赛里斯我觉得20到25年 真的是22到25年就行了 你对吧 我想看看武汉 那个成都刚刚看了 那个航天什么来着 航天什么院来着80多年 就是84年 那是给航天人的福报 感谢分报汤姆猫的SC 温州温州 好的 那我们先看温州 浙江温州 浙江温州 江南匹克厂 来我们看看温州 我觉得20年以内的诸售比还是可以考虑买的 20年往后的就 就别想了 温州现在房价都这么低了吗 一万四 来温州 我们找个好点的地钻 看着这路程区就不错 就塌了 适中来 我们就适中 路程区 我们就塌了 适中 对对对 我们就塌了 景春大厦 这也看着名字就霸气 2.4万一坪 108的房子 4500一个月 这个是精装 咱们按普通装 115平米的房子 2.4万一坪 算起来 2763800一个月 60年就回本了 温州60年就回本了 那个分报汤姆猫 开心吗 60年就回本了 当然我知道温州房价 这已经跌了将近60%到70了 整体上 还行吧 还行 你看这才是房价个合理的 好像也不是特别合理 我记得温州 每一年房价有过8万一坪 还是9万一坪的房子 当时上过那个CCTV 温州当年那8万 还是9万的房子上过CCTV 你家不是温州的 长沙房价地 长沙我们不用看 长沙房价地 来我们看看那个哪 武汉 湖北 H 湖北 武汉 武汉 那么有请重量级选手 武汉 武汉哪的 大家有什么小区推荐吗 武汉 武汉这房价看着还行 真的 武汉这房价看着还行 大家武汉有推荐吗 哪个哪个小区 来我们看看哪个小区 光谷好 我们看光 光谷 光谷月城可以吧 光谷月城好 我们看光谷月城 74平2700一个月 这还是精装 那肯定贵 74平2700一个月 然后我们看光谷房价 2万2700 45年就回本了 你这光谷还是蛮合算的 不能抱怨武汉房价高 45年能回本 这个在我们今天看过的 绝大部分城市里边 已经是非常合理的了 已经是非常合理的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考虑 都没有考虑过当地的工资 我们只是按照诸售比 济南看过 武汉45年回本已经很 你按照咱们按之前20年 作为一个 我个人认为合理的诸售比来说 你这武汉房价最多也就跌50% 对吧 这最多也就跌50% 对吧 这个还行 你看武汉这你看都是2开头的 1开头的 偶尔会有个3开头的 你看看那青岛 5跟6开头的 厦门更哈人 7到8开头的 厦门是真底哈人 真的 昆明就不看 昆明今天不看 你看这武汉全是1开头的 2开头的 真的是 哎呦 我们说实话真的 武汉这已经很好了 好吧 45年就回本的房子 你上哪找去 杭州看了呀 杭州不是有个60年的吗 60年回本的房子 也就也最多也就跌60% 对吧 杭州 重庆应该跟成都差不多 我不 我觉得重庆不可能比成都更厉弗 无锡那个我知道 无锡那个 无锡那个反正整体上还行吗 我之前算过一次 无锡 无锡也大概也就40年 跟那个那武汉差不多 今天我们总体看下来 这个冠军是哪呢 是那个佛山 这个116年回本的城市 确实挺哈人 还有一个100年的 对吧 那个上海的豪宅是100年 但是上海你像那些老的小区 50年也能回本 这也算是比较合理的 就整体上来说比较合理的 你像南京这种七八十的 包括成都这种 成都什么航天什么院 就是80年回本的 佛山这种 那个说说厦门这种80年回本的 那肯定是坑穷人 对吧 不过80年回本 按我们来说20年 你考虑到未来租金 不怎么不怎么降的情况下 我们假设未来 赛里斯这个经济还能成熟 租金不降 情况下 你看这个80年回本 如果你想让他这个房价 进入一个合理区间的话 那可能就得跌75%左右 就得跌75%左右 所以大家能理解 我之前跟大家说跌一半 属于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了吧 有的城市跌一半 真止不住 对呀 有个弹幕说对房子旧了 你房租也会 租金也会降 而且你要考虑到 你周围基础设施旧了 不行了 那房租也会降 成都航天医院自己买的人 我给他打对折 40年回本 对40年回本 也还行吧 中国有30年 长沙应该有的 这个我们不要极端 长沙应该有 哎呀 这么一看 大家是不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你觉得房价高 你看也不高吗 40年就能回本了 来我们刷一下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额定存 定存利率2023 我们看一下啊 算了算了 这个整体上来看还行 还行 没有那么高 我看一下这个房贷利率 我看一下这个房贷利率 现在是多少 行 我们今天这个暂时就不看这块 这个房价这块 我们看完了 还行吧 整体上来说 大家应该还是很满意的 对吧 整体上来说还是还行 所以有弹幕 你看那个有弹幕说 关键房子几乎把父母 一辈子掏空了 对啊 所以一直跟你说 就是不要贷款买房嘛 对吧 不要贷款买房 对吧 你看 如果你父母成了200万 你为什么要刀凯买房 你不如把这200万 成个大额定存的 对吧 你一年利息大额定存 你还如果按年的话 可能两到三个点 200多万 对吧 有四五万的收入呢 你等着四五万 但你父母吃吃喝喝 怎么玩都行啊 对吧 要乐观 对吧 你不要让时代的悲剧 成为你的悲剧 对啊 你为什么不租房呢 你这么想你200万 你一年拿出四万块钱住房 你这个房子应该住的还行吧 不过你有200万 在一些小地方 阳帅 你父母这个19年直接说哈 确实有点哈人啊 买完之后跟你说的 只能说你这个状况确实有点哈人 我只能这么说 确实有点哈人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贪图那点供基金 那供基金有多少钱 你工作时间久一点 我趁实了 我给你按五十万算 你五十万在一个稍微 比如说房价 两百万的房 两百万房价的情况下 你五十万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两百万房子跌一百万 对吧 你为了那五十万 你去接盘 你自己还亏五十万呀 对吧 供基金太多花不完就不花呗 非要给自己背债务吗 这是 对吧 就不要贪图那点供基金 你不要因小失大 我爸妈骗我弟买了佛山的房 供基金大概有一百五十万 兄弟你这是什么家庭 有点哈人 有点哈人 我的评价是哈人 算了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就供基金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太过在意 你是供基金能带三五百万 我还以为你供基金有三五百万 哎呦 我但不说21年买了佛山的二套房 你应该是站在山顶上 我只能 我个人猜测 那个21年买佛山二套房的那位哥哥 你家应该是站在山岛上了 山顶上了 对吧 对吧 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站在山顶上了 那个是这样 21年其实本来就是房价下跌的 但是呢由于疫情的原因 21年这个塞里斯房价不但没有下跌寒 往上冲高了一波 导致很多人啊 缩哈 然后就把自己彻底给缩哈了 有个单位说一线房价能降多少 你看咱们咱们别的不说 你看上海 上海 你看咱们看到那些老小区 人家50年回边 按咱们之前说的嘛 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来说 就是20年吧 诸售比是20年 那你应该跌了50%到60 深圳这种六七十年回本呢 可能就得跌三分之二 但是是这样 我说这个跌三分之二 不是指高位跌三分之二 而是与现在相比跌三分之二 就是在已经跌了情况下 再跌三分之二 帝都嘛 我们就不聊了 帝都我们就不聊了 有弹幕说一线房价 骤降不太可能一直应跌 那肯定的 骤降很难的 总有人心虫幻想 对吧 18年19年的 现在基本上首付亏完了 是这样 首付亏吧 那都算好的 别首付亏完了 之后整个负资产出来 那才坑爹呢 对啊 有弹幕说觉得50年回本挺合理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 你这个 感谢科尔尼洛夫一班兵的SC 我的意见是房价狠狠的降 反正我家房价翻了六翻 砍一半的可以接受 你确定你不是来炫耀了吗 看到你这SC我更生气了 有弹幕说16年买的不怕 有的城市我觉得跌到16年时候止不住 我这么跟大家讲 一般当你的小区出现法拍房的时候 你就该小心了 就证明你这一片房价撑不住了 而且比如说这个法拍房 一共要挂了一年半年还没派出去 那你就应该小心了 那个拆迁房 你就不要发言了 好吧 拆迁房 你就不要发言了 好吧 确实16年买的 你就就是做好心理准备 做好心理准备 我只能这么说了 是这么跟大家讲 我个人其实对于房地产税这个东西并不太赞同 真的 我个人对于房地产税这个东西并不太赞同 房地产税根据我在美国的观察 其实最后坑的是穷了 感谢交州不一的SC 19年年末跑路 家里拿了20万修了自建房 你这是在村里边吧 要不然怎么能修自建房呢 对吧 你这应该是在村里边吧 那你19年跑路那你赚翻了呀 这个房产税对于 我这么跟大家讲 房产税对于稳定房价没有一点用处 我在美国的观察真的是没有一点用处 真正能稳房价的就两个第一卡信贷 第二土地供给 其他的就别想了 真的房产税这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 你是这样 如果你指望他作为一个政府的收入 他有用处 但是你指望他来稳定房价就别想了 地方财政怎么办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了呀 这是地方公务员考虑的问题 有人说资产税 多新鲜呢 那美国真资产税挣了那么多年 那美国贫富差距减缓了吗 对吧 到最后 还不是富人该怎么转移资产 转移资产吗 至于说地方没钱怎么办 那就是让公务员去想办法呀 对吧 公务员拿着铁饭碗他这个就该他们想办法呀 普日就该他们过来呀 对吧 公务员你现在看各个地区公务员 哪个地区公务员工资都挺高的 相对于当地收入工资都挺高的 对吧 有单不说公务员舒服了20年 其实不到20年 是五六年吧 降星是一个方面第二是荣原早就该把一些人逼着他们干干活了对吧 行再聊10分钟我们就下了大家有什么想想问的吗可以弄一下 我们今天这乐的可不少啊 这116年的我可是真是没想到啊 确实哈人 这80年的我之前有预料到这个116年的我确实没想到哈人 有单不说公务员忙的忙死闲的闲死是这样 你为什么有闲的闲实的 还不是因为你有钱能养那么多人吗 养闲人吗 对吧 为什么那么多小啊 为什么很多啊 人非要挤着靠公务员 你想想为啥 有单不说东北公务员到手不到五千还能降吧 东北你不用担心 东北应该不会大降的 因为东北现在经济比较好 这个你不用担心 但是啊 某一些沿海省份啊 就难说了哦 对吧 那之前为什么收那么多公务员 哎 你发现了华典 对吧 这个就不能讲了 这个讲绝对是有分的啊 感谢终极T90的SC 18年买的房八千亿品 不过我家也没有把它当作金融产品 感觉没太大影响 那确实 如果你作为一个就是你不贷款部那什么的话 你最多作为一个投资嘛 这个肯定不影响 对吧 关于为什么公务员最近十来年扩张速度这么快啊 这个就有的讲了哦 但是呢 虽然我很想讲 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讲啊 感谢科尔尼科夫一般兵的SC 我妈退休取攻击金是柜台问是一百万以上吗 之后了解到天津公务员退休都能拿到一百万以上的攻击金 哈人 我只能这么说哈人啊 感谢一般兵哈人 我觉得我与你不是一个阶层的 对不起 我拖了大家的后腿 抱歉 感谢翻离的SC 去年房价下来点 隔壁人家卖房子 有点想买了 后来算了算 这破房子吃十年康宴才不划算 那确实 那我只能说太好了 你幸亏你没买 关于这个 有的城市 攻击金高也是有一部分原因的 就是有一部分城市为了让自己的公务员去接盘 他会把这个公务员的攻击金往上调的高一点 对 就是为了鼓励你买房 就是武汉就这么干过 就是为了让你买房 正常正常 确实这个数值有点哈人 我只能说的 我听起来比较哈人 不是公务员买房也是接盘 是所有人买房都是接盘 对吧 所有人买房都是接盘 所以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我个人建议你攻击金不用就不用了 对吧 你就当给国家做贡献了 我目前没有低到 我目前有个备用在抵台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幽州节度是同样的头像 小县城买房 你得看你是哪的小县城 如果你这个小县城人口流入量特别大 你可以买 如果不是的话尽量算了 而且如果你小县城的话 我个人建议你两到三年内不要买 苏北的苏北的更不要买 不要买 个人信息不回答 个人信息不回答 有弹幕说上海全款买的住房 是不是也无所谓了 如果你没买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去买 如果你买了的话 那我因为你选款没有贷款 所以你压力也不要太大 该干嘛干嘛 该吃吃该喝喝 对吧 该吃吃该喝喝就行了 成都人已经生无可恋了 你作为一个成都人 你不应该生无可恋 你想你看看南京八十 你再看看郑州六十七十 你成都都有五十六十的 对吧 还有那佛山那一百一十六年的 那你作为一个成都人 你悲观什么呀 对吧 你看看厦门八十多年 你成都七十多年 你跟厦门八十多年比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乐观多了 对吧 佛山一百一十六年 宁波七十年 这都都比你这成都六十多年的 都严重多了 对吧 你成都就不应该悲观 对吧 你应该乐观 对吧 你看你这房子 对吧 你你这租售比对于你来说 还是蛮合理 就是比其他地方好一下 好一点 有单位说想不到佛山这么离谱 你别说你想不到 我都想不到 太哈人 真的太哈人了 不是这个佛山那个一百一十六年 那个我是没想到 而且咱们后来又看一些小区一百一十年 上海那个一百年 你可以说是豪宅 人家是别墅 别墅不坑穷人 这个我们说的过去 咱们看那上海老小区 五十多年就能回本 对吧 很好了吧 对吧 你比那郑州七八十年回本的 那强太多了 佛山是因为港澳人来投资 原来如此 广佛县 可以可以 百年老房 主要是这个一百一十六年 你我这么说 两代人真的不够住 得三代人才能把这房子的本收回来 得三代人 两代人真不够 这真的是传承了 行 我们今天就播到这 下播了 谢谢大家 大家早点休息 晚安 拜拜